話說昨天說到 周聰和陸陸約田豐 繼續去綻放酒吧 說有些事繼續想問他 話說當日 他們一進到酒吧 見到整個酒吧 只有田豐一個人坐在樹 依然是坐在昨天的位置上 面前依然是擺放了一杯普通的咖啡 但這個時候 田豐的表情心事重重 好像非常沒心機一樣 周聰和陸陸走過去 一過到去 周聰也不客氣 即時坐下 只有陸陸一個人和田豐打個招呼 叫聲田總好 田豐跟著就說 兩位好 你們想些什麼 是不是又是菊花茶 隨便可以 田總 於是 田豐又叫服務員 上了一壺菊花茶 在整個過程當中 陸陸一直在觀察田豐的面 沒錯 相片上面那個人 肯定就是他 那個男人也是他 那個女人也是他 對著田豐的五官 他再次印證了這種想法 另外 田豐告訴他 那個畫畫的女生 那個十年前被人害死的女生 其實是根本不存在的 那他為何要偏造一個不存在的人出來 在這個時候 周聰亦都不想和田豐說廢話 他開門見山就說 我昨晚認真看過了 那種冥婚照上面 兩個人都是你扮的 我今天過來 就是想聽聽你有什麼解釋 為什麼你要騙我們 但我今天可以向你保證 我絕對不會再用茶水潑你 見到周聰這麼直白 田豐都惡了惡然 但是他神色一下子變得更加暗淡 甚至可以說 有點悲癡 陸陸很緊張地觀察著他 周聰就跟著說 我和你講話的田先生 麻煩你回應一下 田豐這個時候才回過神禮 但是聲調非常之低沉 唉 我就肯定猜到 你們一定會向我問這個問題 是啊 我們真的會問 接下來 田豐說的話 令周聰和陸陸 可以說是目瞪口外 只見田豐兩眼看著窗外 若有所思 然後又慢慢說 唉 事到如今 我看隱瞞都不是辦法 其實 我是個雙性人 來的 田豐這一句話 足足夠令到場面沉默了半分鐘 我們現在馬上整理一下 晴網是全中國最大的分界網站 他的創辦人 竟然是一個陰陽人 哈哈哈哈 這個太荒唐了 講這個秘密的時候 田豐的表情很淒涼 很落坡 在這個金字塔式的社會上 田豐無論是事業上 在外形上 怎麼說都算是一個強者 可以說是高不可攀 但是 在最原始的性別上面 不用說 他絕對是一個弱者 一個被劃分在人群之外的另類 陸陸很快就相信了 他說的話 因為從面相上看 如果你說他是個男人的話 可以用很漂亮很漂亮去形容他 如果你說他是個女人的話 亦都可以用好英俊來形容他 這個傷性人 既可以做新郎 又可以做新娘 又可以辦活人 又可以做死人 拍一張欺騙了千千萬萬人的冥婚照 為什麼他要這樣做呢 那請聽聽田豐詳細到來 唉 其實 從科學的角度來說 我呢 既有男人的高怨 亦都有女人的卵巢 講到這裏的時候 他面上露出了一些女性的羞蠍 有點害羞 停了一陣子 他就說 男人的掩飾體是XY 女人的掩飾體是XX 那我的掩飾體呢 是極為罕見的 我包你聽都沒聽過 我的掩飾體是XO 哈哈 露露和周聰幾乎忍不住 笑起來 XXO 什麼有這樣的掩飾體呢 他們真的沒聽過 周聰終於忍不住就說 那我現在應該叫你做田生 還是田小姐好呢 請問 他的口氣當中明顯透露著嘲笑 但田豐都不生氣 他就很尷尬地笑一笑 但沒有正面回答他 繼續很細聲地說 喏 你現在把我的名字重新拆一拆 又拼一拼 你就知道裏面藏著的全部秘密了 哦 是什麼秘密呢 喏 我的名字 田豐 你們剁摸一下 喏 在這個時候 我就和大家解釋一下他的名字 他的名字叫田豐 是田野的田 豐收的豐 就是這兩個字 我陸陸想了想 然後就說 哦 我知道了 豐田你是日本人 田豐另下頭 哦 是田地豐收的意思 田豐又另下頭 好 陸陸跟著又說 是由非 你由的由 是非的非 是不是 田豐再次拎一拎的頭 跟著他就說 其實所謂的 黃海德和葉子薇 這兩個名字都是我作的 但是這兩個名字很快就在網上流傳開來 實際上 黃海德是我 葉子薇 就不是我 你看看 田字拆開 重新組合 就是葉字 是不是 一個口裏面一個十 拆開 是不是葉字呢 風字拆開 重新組合 就是黃字 一個黃 中間再一樹 就是風 聽到田豐這樣說 露到頭腦即時 嘔一聲 是呀 果然真的 這樣 夠了巧妙 為何以前沒有留意到 田豐跟著說 唉 所謂的傷性人 在社會上面 生活得久了 心理上面 就自然會朝著某種性別 慢慢靠攏 本來他們做個矯正手術 都沒什麼問題的 但我就不行了 我真的不知道 究竟是定位我自己是男人 還是女人好 因為我又不喜歡男人 又不想做男人 但我又不喜歡女人 我又不想做女人 聽到這裏 露露似乎眼都濕了 他突然間很體會田豐的這種孤獨 那倒是 這個世界上 只有男人和女人 你不願意加入任何一方 那你真是很孤獨 你只能夠被人群遺棄 你 那究竟田豐的身世有多悲慘呢 他身世的悲慘 為什麼又會成為他搞這個實驗的理由呢 欲知後事如何 我們稍後回來再說